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讲到这个资通鉴了 资通鉴前面 为资通鉴做铺垫的 整个文化发展 一步一步一步发展到出现资通鉴 它前面有非常关键的一步 就是测浮原规的出现 测浮原规这部书 我给大家看一段当时的材料 当时的人讲测浮原规这部书的 它的一个特点 宋真宗在编这部书的时候 曾经就有一次和他的大臣们说 他说 所编君臣事迹 盖玉垂为典法 异端小说 闲锁不取 观所著篇序 原具精实 颇尽提要 而借劝之理 有所未敬言 这是宋真宗和他的大臣 讨论测浮原规的时候 讲的一番话 这里面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 你看他和大臣们提到这部书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编的测浮原规如何如何 他说 所编君臣事迹 测浮原规这个书名 事实上是等到这部大书编成以后再取的名字 而在这个书稿完成之前 他有一个 粗名 有个写 就像我们这个每个人一样 你小时候有个小名一样 你长大了 这个15和6的这个名字 很好听 什么这个王楚仁啊 王阳明啊 小时候你就叫铁弹 对吧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测浮原规 在正式定名之前 它的名称就叫历代军臣事迹 各朝各代以前的明军明臣们的事迹 为什么要编这部书 这是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 他说 我编这些内容啊 是要垂为典法 也就是说 我以后的这些皇帝们 要学习如何治国的话 他就应该来参考这部书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编撰目的 所以就导致他这个书啊 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取材标准 接下来他就说 异端小说线索不缺 所有的小说 比如说他父亲编的 太平广记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中国古人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人经常说一个人 他想法不对 想法是错误的 说他你脑子进水了 是不是 你别以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发明 中国古人早就有脑子进水这个说法 这个古代的小说笔记 像太平广记之类的里面 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两个人 然后走走走 走到一口枯井边 往下一看 这个生几十米 然后甲就对乙说 说你要是跳下去以后 你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再爬上来 这几十米的这个生井 乙说那太简单了 我拿一根针 往自己的脑袋里面凿一下 那我不就浮上来了吗 他说这怎么解释呢 他说你看啊 我一扎针以后 我脑袋里的水全都泄出来了 我人就浮上来了 那甲就说了 你脑袋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水呢 乙就说 我脑袋里面要是没浸这么多水 我干嘛往这跳下去呢 是吧 这类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编在相声里面 一点都不为爱 完全是像我们今天人编的段子 但是在太平广记 古代的小说笔记里面全都有 你说一个皇帝要金帮治国 他要以史为建 读这个故事干嘛 是吧 所以他就说 在这个侧府原规里面 也就我们刚才讲的 当时还叫这个历代君臣世纪 在这个里面 这一类的故事全都是没有的 一端小说 先说不取悦 所以今天呢 我们去看这个侧府原规的话 你会发现它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几乎里面所有的历史事件 全都是从正史当中提炼出来的 或者说是跟正史一样 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 总之是非常正规的史学点击当中 或者是原始档案里面操录出来的 没有一个野史 没有一个玩笑故事 这就是侧府原规的特点 那么 大家把它和太平预览 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两部非常不同的 这是两部非常不同的书 虽然从体材上来说 它们都是类书 篇幅上来说 都有一千卷 从这个 主持者来说 都是皇帝 两任皇帝 但是特点很大的不同 太平预览 我前面讲了 不仅有金帮治国的道理 还有花鸟鱼虫 这些功利消遣的知识 但是 在侧府原规里面 后一类知识 是完全没有的 为什么产生这种变化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地去分析一下 主持编撰太平预览的宋太宗 和主持编撰测浮原规的宋真宗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差别 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 宋太宗 虽然是宋朝的第二个皇帝 但是大家知道 他跟宋朝的开国皇帝 宋太宗之间是什么关系 兄弟关系 是兄中弟级的关系 是吧 所以 太宗皇帝 当年帮助他哥哥策划 后来取得天下 虽然他是第二任皇帝 但如果我们按照君主的类型来划分的话 他同样可以属于开国型的君主 不是排名排在第二的 他就是继承型的君主 我们如果君主分成两类的话 一个是开国型的 一个是继承型的 你像唐朝的李世民 虽然他是第二个皇帝 但是同样明显 他是属于开国型的皇帝 是不是 宋太宗也有点相像 也有点类似 开创型的 开国型的君主 和继承型的君主 他的儿子宋真宗 就只能算是继承型的君主了 这两类君主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大家想想一下 最大差别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 他作为皇帝 这个权威性是不一样的 这两种君主 哪一种君主的权威性更强 一般来说 开国君主的权威更强 是吧 马上打天下 打下来的 能力 智慧 各方面 一般都要比后来继承皇位的君主要高一点 威望也要高一点 那个皇位 一代一代往下传 这样的一种权威性 他一定是 逐渐逐渐在削落的 你比如说到宋真宗 生长在深宫之宗 对吧 没有打过仗 没有上过前线 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过复杂的大问题 政治上的大问题 如果有一个决策 他认为他应该这么做 老臣们不同意 然后这些老臣一派桌子就说 当年我跟你爸打天下的时候 你还穿快当裤呢 你什么话 没话说 对啊 所以皇帝后来继承性皇帝权威一定是皇下将的 所以太宗皇帝宋太宗 他要倡导读书 让所有的人来跟他学习 他做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榜样 讲的不太好听一点 就是要做一个样子 是不是 所以他的典范意义更强 至于说你读什么书 读了这个书以后要发挥什么作用 那倒是其次的 他说是说 我今天读太平玉兰 外面包一个书皮 里面加一本金瓶梅 你也没办法 是不是 读书的姿态是最重要的 至于读什么书不重要 因为他的自身的权威性已经足够强了 树立起大家一起读书 这个良好的社会风气 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那他的儿子宋真宗就不一样了 权威在下降 当然他还是读书 还是做天下成名的表率 但是大家想一想 在这个里面 他就有两从身份 作为皇帝来说 他还是要继承他父亲的政策路线 创造文质 但是作为他父亲的儿子 宋太宗的儿子 这个身份来说 当年他也和所有的成名一样 是在被他的父亲怎样 训话 是吧 他父亲说要创造教育 创造文质 在训话所有成名的同时 其实也在训话他的儿子 也就是说 宋真宗其实最初 他是一个被文质的这么一个对象 等到做了皇帝以后 再主动来创造文质 所以这里面 宋真宗的观念当中 读书是有用的 读书对于治理国家 应该是起到帮助 起到作用的 这个观念就一定会比 之前的皇帝要强 因为他可以凭借的东西很少 没有打过天下 没有处理过重要的政敌 如何让所有的成名 相信服帖 他是一个合格的 乃至优秀的皇帝 就在知识层面上 尽量地树立起自己的优势 所以他编 测服原规这个书 和他父亲编太平欲览 不一样 编测服原规的时候 他已经把 如何通过读书 来提高治国 管理国家这个能力 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已经给你考虑进去了 所以测服原规里面 从头到尾 全都是正儿八经的 和金邦治国 有关系的道理 和相关的历史事件 没有任何一个野史小说 也就是皇帝他已经相信 读书对于治理国家 是有用的 你看这就回到我们 一开始抛出来这个问题了 是吧 你要去编转 以史为鉴的这个史书 对当时的政治 有所帮助 这一定是建立在 相信 以史为鉴 这个是有用的 这个观念基础上 你看这个观念 其实在宋真宗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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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